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还有两间那个有机草市 在田间忙碌的两人有说有笑 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 即使刚进入农业 就挑战了高难度的有机种植 但他们不怕苦 并且强调台湾这块土地真的很美 需要大家共同的维护及支持 其需有更多年轻农友 一同加入有机这种行列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台湾 我们应该要更珍惜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那如果是照现在盥型的农法 继续喷农药继续用化肥 其实会一直伤害我们的土地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做有机 虽然说我们的地不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从我们开始 慢慢这样做起来 然后其他人看到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有一点成绩的话 那他们也愿意投入有机这个产业 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台湾的 这个土地可以更长久这样 由于两人非农二代 也没有相关学历背景 但既然要投入有机栽种 就要全力以赴 因此他们相约到彰化去学习有机种植 再到屏东县政府开办的农业大学 系到如何管理并重害防治及施肥灌溉等 再把三分地分成好几个小区块 分拼种植 每天固定时间采收逐步展现种植成果 我觉得现在有提供的帮助像农业大学 还有农改厂那边 都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年轻人 更快地来投入这个产业的一个 很快的方法 因为我们不是农二代 然后也不是读农业相关科系的 然后刚好农业大学它的课程 还有从病虫害然后还有农集聚的管理 然后还有那个食品加工 学到跟农业相关的课程 自制洒水系统并在四周围黑网隔绝林田污染 两人在不断学习的过程里与专业老师清农及自身农友们交流 结合传统好的管理模式以及新世代创新的理念 打造自己的有机农田 不管是其农还有其他农友 还有这些平科大或者是农改厂的老师 我觉得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 像我们现在我们只有中国有机蔬菜而已 他们可能有种荆棘还有种柠檬有种凤梨 那我们就可以越了解其他的 其他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农业 他们是怎么进行 然后他们的实际在运作的状况是怎样的 目前除了智力有机市场 提供学童健康营养的团生蔬食外 两人也配合学校的食农教育课程 指导孩子认识有机蔬菜 希望让观念从小扎根 此外他们也为未来许下期望 期盼打造属于自我的品牌 因为现在我们种短期夜菜 主要是因为短期夜菜它的收成比较快 那我们短时间内就可以用收成 然后有最重要的资金会进来 然后我们未来是希望我们可以 找到我们自己的特色作物 就是我们可以种我们自己 有特色的作物 然后有我们自己的品牌这样 期盼从年轻人自我做起 透过他们的双手 改变更多消费大众旧有的观念 并重新唤起对大自然 生态环境的尊重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老一辈的观念 那就从我们年轻人开始做起 然后现在的国人也愿愿重视食安的问题 那我想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有机栽种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吃得健康 然后也让这片土地可以永续经营 吴彦德与兰湘涵 秉持友善大地信念 期盼让更多惯形种植的农友 看见有机耕作的好处 共同攜手为环境紧分心力 让大地自然呼吸 为家乡土地注入新生命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